一群来自美国还有加拿大的青少年癌症病人 走过了痛苦艰辛的抗癌过程 为了迎接他们的重申洛杉矶市警局 连续十年联合阳光儿童慈善团体 举办了一日警察宣誓仪式 现场的警察列队欢迎 来鼓励他们勇敢追求梦想 W.B.L.A. 帐篇的主席 由The Sunshine Kids Foundation 盛大的红地毯上 熊啾啾气昂昂的落势警局远景 整齐列队 一旁还有乐仪队演奏悠扬的乐曲 欢迎从美国和加拿大各地 远道而来的癌症青少年 庆祝他们离开医院 各个脸上充满喜悦的走上这条红地毯 要迎接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隆重的宣誓仪式上 只见场上每一位孩子都精神抖擞 鼓起勇气 逐一被点名之后 小心翼翼地走到台前 接受警察颁发警员证 并且亲手为他们戴上警徽 合影留念 能亲自参与这神圣的一刻 孩子们的脸上都充满感动与喜悦 典礼结束后 这些青少年将正式以警察身份 前往好莱坞街头巡逻 并且参观美国知名电视剧 重案组的片场 整个过程当中 不只让人见到警察 威严形象背后的铁汉柔情 更棒的是活动还鼓励民众加入警队 一起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东森新闻汤永浩 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作词尔玛